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接下来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是需求 什么是供给 在前面我们一直提到需求 供给 需求 供给 所以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就是需求与供给 我们的学籍目标有四个 第一个 既然我们要介绍什么是需求 我们就要跟各位同学说明什么是需求法则 需求曲线如何推导出来 还有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谈到供给的时候 我们就会跟各位同学介绍 什么是供给法则 什么是供给曲线 我们还要去了解影响供给变动的因素 这是我们的学习目标 当各位同学把这样的内容 透过这个单元的传授呢 各位如果都能够理解 都能够把这个学习目标都能够掌握住的话 我相信这个部分 各位应该就会有完整清楚的认识 我们的学习方法 第一个 我们会要求各位在上课之前先做好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课堂当中除了专心听讲之外呢 遇到你课前议题当中 如果有疑问的地方 也提出来跟老师们讨论 第三个 希望在这个课堂之后呢 回去各位在重新整理笔记的时候 能够重新的做复习 那最重要的 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 在理解这些经济理论的同时 能够去思考 能够去找到 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生活的当中 一些实际的例子 能够套用在这个理论上面 如果你能够找到实际的例子 那这个理论的部分呢 我相信各位同学就能够做很好完整的掌握 接下来是我们课程的大纲 根据我们对于这个单元 我们所要探讨的需求跟供给呢 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在需求的部分 我们首先会介绍需求量的定义 什么是需求函数 需求曲线 需求法则 需求曲线的左右移动 还有需求曲线上面点的移动 以此类推在供给的部分也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在讲 这个需求的部分的时候 请各位同学务必注意听讲 因为同样的东西 谈完的需求 供给的部分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在前面 在谈需求的部分的时候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那之后供给的部分呢 因为是同样的东西 后面的说明就会比较快一点 好 首先我们来说明需求量的定义 各位看 需求量是说 一定期间内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给定某一个商品的价格 潜在的购买者 对于该商品愿意 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在这个需求量的定义里面 我们会针对 每一个 每一句话 做它比较详细的说明 接下来 各位请看 什么是一定期间 我们要去衡量一个需求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它一定的期间 比如说是 一个礼拜 一个月 一季 或是一年 这样子 我们再去比较需求量的多寡的时候 才有一个比较的基准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设定在一定期间之内 比如说这一个月 你消费了多少 比如说像我 我爱吃小笼包 比如说这一个月 我买了基隆的小笼包 这样我们这个月 才能跟下一个月 或是前一个月 才能做比较 所以我们一定要设定一定的期间 什么是其他条件不变 各位 这个地方很重要 请各位同学把它画个信号 什么叫做其他条件不变 各位想想看 用你自身的生活经验去思考 影响你购买这个产品 影响这个需求量 影响你购买这个产品 需求量因素 除了产品本身的价格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因素 会去影响到你 对于这个产品需求数量吗 比如说在前面的单元 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对产品的预期 我们预期未来产品的价格会提高 注意听 我们说预期未来产品的价格会提高 那我们一定会增加 对于产品的需求数量啊 那所以预期这个因素 也会影响到我们对产品需求数量 所以我们在做经济学 这个需求量定义的时候 就去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需求量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定义 待会我会做说明 所以请各位同学先记住 影响需求量改变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在这里 我们对于需求量的定义 我们要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所以目前在这个定义里面 能够影响到需求量多寡的 只有下面这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给定某一个商品的价格 价格的高低 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数量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给定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00块 当这个价格100块的时候 你会购买多少 这就是你的需求量 所以这个很重要 当价格是80块的时候 你会购买多少的量 好所以 接下来 潜在的购买者 因为我们在做需求量调查的时候 当然不限于实际的购买者 这个东西 我们带过去就好 最后 这一个定义 愿意而且能够 我们再用那个小笼包来说明 比如说 你每一个月 我很喜欢吃小笼包 我每个月都会花钱去买小笼包 比如说 一个月 我买了20笼小笼包 或是100笼小笼包 我愿意哦 因为我喜欢吃 我愿意买 可是我能够买多少呢 我的所得 我的零用钱 一个月顶多只能买20笼 但是我愿意买100笼小笼包 但是你做不到啊 只能够买到20笼小笼包 所以 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就是如同我们在头面所说的 你的需求量要有实践的可能 也就是什么 你想要 但是你要买得起啊 你买不起 你想要 你还是得不到 所以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 就是什么 你想要 但是而且 你要买得起的那个数量 才是我们所定义的需求量 接下来 我们要根据刚刚这样的一个需求量的定义 各位 闭起眼睛来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需求量的定义 是什么 在一定期间内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给定某一个商品的价格 潜在的购买者 愿意 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嘛 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跟各位说过 给定某一个产品的价格 然后到底会有多少的需求数量 而且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那我们这样的铺层 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先说明什么是需求函数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一个就是需求量 这一个就是给定某一个商品的价格 各位看 当X产品的价格提高 X产品的价格提高 各位 产品的价格提高 你的需求量会怎么样 产品的价格越高 我们一直在跟各位强调 我们是一个理性的人 理性的人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价格提高的时候 价格变贵了 你会买的越少 所以价格变高 需求量会减少 可是在需求量的定义里面 不是还有什么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吗 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 这个地方就叫做其他条件 各位务必在这里 把它区分为两个东西 需求量 会受到本身价格的影响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它增加 价格提高 我需求量就减少 价格下跌 我的需求量就增加 另外的 我们的需求量 也会受到 其他因素的影响 各位要先了解 那 接下来 我们先说明 当价格越高 需求量越少 价格越低 需求量越多 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下面所说的 需求法则 各位看这个地方 在讲需求法则之前 我们先回到 这一个需求起限的 这样的一个图形 因为我们假设了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当价格越高的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说明了吗 当价格在150块的时候 我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 只有一个单位 好 这个是经济学的图形 各位 一定要把这样的图形的概念记起来 我们的横轴 代表的是 数量 也就是我们的需求数量 重轴呢 重轴代表的是价格 也就是产品的价格 当产品的价格越高 我们对产品的需求数量就越少 当价格从150块下跌到100块的时候 我们的需求数量 从一个单位 增加到两个单位 那我们把这些点啊 把这个150块的时候买一斤 100块的时候买两斤 70块的时候买三斤 这些点连线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一条 注意 从左上方往右下方倾斜的这条线 我们把这一条从左上方往右下方倾斜的这条线 叫做需求曲线 叫做需求曲线 这样有没有问题 那各位看 在这个需求曲线当中 这一个价格越高 需求数量越少 价格越低 需求数量越多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 称之为需求法则 好 就是这个图形的说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 需求曲线是负写率的 各位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负写率吗 这个地方 负写率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横轴跟纵轴 分别代表的是什么 数量跟价格 因为价格高 数量就减少 价格低 价格下跌 数量就提高 所以它们之间是乘什么 乘反向的关系 所以呢 它在图形上面的显现 就是一个负写率的方式 各位同学 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很简单的 我们有一个x轴跟y轴 x增加 y减少 x减少 y增加 它们不是同步增加 要不然也不是同步减少 所以它们的斜率就是负写率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的是 需求量 也就是需求线上下平行的移动 当其他条件改变的时候 需求曲线会上下平行移动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说明的 其他条件 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需求曲线 上下平行移动呢 各位在旁边注解一下 就是 其他 其他条件改变 什么是其他条件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影响需求改变的因素 那些其他条件我们等一下会做说明 这些其他条件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 需求线数所表达的 好 我们先举这个例子 这个i就是所得 i是所得 从各位 原先的图形是红色的这一条需求线 对不对 那现在你看 它是往下移哦 往下移 于到绿色这条线 那什么因素 我们用所得这个因素 来说明的话 如果所得减少 原本 你的所得 你的所得 原先的所得是 150块的时候 150块的时候 买一斤 对不对 各位 你的所得减少 你对产品的需求数量会不会减少 你的所得减少了 你对产品的需求 你对产品的需求 应该会减少才对 那你看 你的所得减少在同样的价格 现在是什么 本身的价格不变 本身的价格还是150块 是因为你所得减少之后 造成你的需求数量减少了 那你看 价格100块的时候 你是买两斤的 那现在因为你的所得减少了 你怕一些其他的支出不够用 所以你是什么 你会少买一点 有没有 那原本你70块的时候 70块的时候 你是买三斤的 因为你现在你所得减少的时候 你的需求减少了 那它都会怎么样 往左边移动 往左边移动也就是什么 这一个上下 这个下就是什么 往左移的意思 往左边移 所以你看 整条需求线 就从红色的线 移到了绿色的线 因为所得减少的关系 那今天如果换过来 是所得增加呢 所得如果增加的话 当然这个需求减少 就会什么 在同样的价格150块之下 你会买了更多嘛 所以所得增加 需求线就会往右移 好 所以到这边 我要做一个简单的小小的结论 当一个因素影响到需求量增加的时候 需求线会往右移 当其他条件当中的某一个因素 造成需求减少的时候 需求线就会往左移 注意 一项因素造成需求增加 需求线往右移 一项因素造成需求减少 需求线往左移 这个东西很简单 这个是说什么 在需求曲线上面点的一栋 我们刚刚说价格高 价格在150块的时候买一斤嘛 那那么价格在100块的时候 买两斤 这个东西是什么 纯粹是因为本身这个X产品的价格变动 所造成它在这一条需求线上面 不同点的移动而已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 这些我们现在说明就是其他的条件 好 其他产品的价格 各位要去看这个符号 其他产品 这个其他产品是Y 本身产品是X 如果是同向变动的时候 X跟Y是T带平 各位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是经济理论 可是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实际的例子 来套用它的时候 各位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各位一定要想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T带平 我们不是有举例过 比如说 牛肉 跟羊肉吗 是T带平 反正都是肉 你如果今天不吃 你反正你也可以吃羊肉 那你看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推论 假设羊肉的价格提高 需求法则不是告诉我们了吗 需求法则告诉我们说 羊肉的价格提高的时候 我们对羊肉的需求会减少 那么羊肉的需求减少 我们还要吃肉 所以我们会增加对于什么 对于牛肉的需求 所以你看 看这个符号 PY的价格 跟QX同向变动 你看 这个箭头的符号都是往上的哦 箭头的符号都是往上 所以PY的价格 跟QX的需求数量 之间成同向变动的时候 所以X跟Y是T带平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所以各位 你不用去记说 PY跟QX同向变动 你要记是T带平的实际的地址 什么是T带平 那接下来我们说明 什么是互服品 互服品的意思是说 你去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 你也要同样购买另外一个产品 我们去说明 比如说 叫做咖啡 咖啡跟奶精 各位想想看 现在 假设咖啡的价格提高 我们是不是会减少 咖啡的需求 咖啡价格提高 我们减少咖啡的需求之后 你咖啡都少买了 那么你的奶精 是不是也会跟着少买 所以你看 这个箭头符号 PY 咖啡的价格 跟奶精的需求 是呈反向 那个箭头是呈相反方向的哦 所以咖啡跟奶精 它们就是互补品 现在跟各位同学强调 理论虽然是这样子 我们一直在强调 各位一定要用日常 去找到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的例子 来套用它 你就不用去记这句话 你只要去记 牛肉跟羊肉 它们是替代品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关系 那么咖啡跟奶精 它们是服务品 它们之间 那个变动的方向是如何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 就可以理解 这一个文字的内容 好 接下来影响需求变动因素 还有啊 当你的所得提高 你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数量增加的话 那么当然 这是一个正常品 你才会增加 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嘛 那如果你的所得增加 反而减少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那么这个产品就是列顿品 这一个同向变动 跟这个反向变动 我再跟同学说明一下 所得增加 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增加 那么这个产品就是正常品 如果你的所得增加 你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虽然减少 那么这个产品就是列顿品 你所得提高了 你反而不想买 那就是表示 它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产品 正常的产品的情况下 你的所得提高 你当然会增加 对于这个产品的购买 好 偏好这个因素是说 比如说我们说夏天 我们喜欢吃冰淇淋 冬天我们喜欢吃小火锅 那所以 因为这样的偏好 在不同的时间 夏天喜欢吃冰淇淋 所以冰淇淋的需求就会增加 冬天天气人 喜欢吃小火锅 所以小火锅的需求就增加 所以这个概念很简单 那预期呢 各位也很简单 这个概念在前面的几个单元 我们都曾经说过 预期未来产品价格会提高 那么现在你就会增加 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如果预期 未来产品价格会下跌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会减少 对于产品的需求 好 以上 这些因素 在讲供给量之前 都会影响到需求起线 它往左移或往右移哦 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所说的 这些因素 造成需求增加 需求线就会往上移动 也就是往右移 这些因素造成需求量减少 它就会往左移 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供给量 供给量的定义跟需求量的定义差在哪里 只差在最后一句话 好 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 供给量的定义是说 一定期间内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给定某一商品的价格 潜在的销售者对某商品愿意而且能够供销售的数量 它跟需求量只差最后一个定义哦 你供给量是什么 是一个生产者 他愿意生产500单位 可是他什么 他只顶多只能提供生产300单位的话 那么那个300单位才是最后我们对供给量定义的那个数量 那么其他的这个各个关键字的定义 跟全面需求量定义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说过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很快的把它带过去 前面有需求函数 同样的也有供给函数啊 本身产品的价格 各位看这个地方 本身产品的价格当然会影响到本身产品的供给数量 各位想想看 这个地方用你实际的生活经验去理解 这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的价格好 如果你是一个生产者 各位想想看 你是一个老板 这个产品价格卖得很好 你会不会什么 你会不会多生产一点了 如果这个产品价格不好 卖得不好 那你当然会少生产一点了 所以本身产品的价格会影响到本身产品的供给数量 可是如同需求函数一样 其他的因素也会去 其他的因素也会去影响到这个产品的供给数量 那我们把这些因素叫做其他条件 好我在这边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 其他条件的改变会造成整个线的移动哦 各位如果前面有注意听的话 其他条件的改变 其他条件如果改变的时候会造成整条线的移动哦 那如果只是本身价格的变动 本身价格的变动造成供给量的改变 那么这个顶多只是什么 只是在那一条供给上面点的移动而已 所以待会各位看后面的投影片就能够理解 所以也因为价格高供给量越多 价格低供给量越少 所以形成了所谓的供给法则 造就了供给曲线的产生 那因为价格的变动造成供给量的改变 这只是点的移动而已 再强调一次 其他条件的改变会造成整条线的移动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接续的说明 好各位看这个图形 价格越高站在生产者 我们现在讲的是供给曲线哦 站在生产者的角度价格高 当然我会多生产一点嘛 所以价格200块的时候 我愿意提供3公斤 价格100块的时候我提供2公斤 价格50块的时候我提供1公斤 所以你把这三个点连线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条供给曲线 这一条供给曲线 我们用S来表示它 这一条叫做供给曲线 所以你看这个图形一个现象 也就是接下来下一张投资片 所要说的各位看 价格高的时候 我们的供给量是不是越多 价格200块的时候 供给量是3公斤 价格低的时候 也就是50块的时候 我们的供给量是比较少的 有没有 所以你看这一个数量 这一个数量的箭头 跟价格的箭头是乘什么 乘同项的方向 你价格越高 我就提供的数量越多 你价格越低 我提供的数量就越少 所以各位看 所以我们说 供给线它是一个正学历的 因为价格高 我们供给就越多 价格低 供给就越少 那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现象 称之为供给法则 好 到目前为止 各位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都跟前面的需求线的定义 是一样的 好 我们刚刚说前面提到 其他条件改变会造成 整条线的移动 对不对 如果这些条件改变 可能造成供给减少 供给线会往左移 这些条件改变 造成供给增加 供给线会往右移 所以接下来 这个部分是在说明 整个供给线 因为价格的变动 价格的变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价格的变动 而造成这些ABC 在这条供给线上面 点的移动而已 接下来比较重要的是说 有什么样的因素会造成 整个供给量的改变呢 第一个 其他产品的价格 也会造成 这一个 供给量的增加 或是供给量的减少 各位 一样 如果提他产品的价格 造成 这个供给量的增加的话 造成这个供给量的增加的话 那么 这一个S跟Y 它们就是互补品 如果 其他产品的价格提高 造成本身产品的供给量之间减少的话 那么 S跟Y就是替代品 各位 这个地方呢 留给各位当作是一个功课 未来我们在课堂上面做学习的时候 我会问各位 为什么 它跟需求函数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 各位 这个很简单 各位同学 生产技术 如果技术进步的时候 造成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 技术进步 造成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 成本降低之后 供给自然会增加 所以供给线就会往右移 预期价格 一样啊 预期未来产品的价格会提高 价格会提高 那如果你是生产者 你是一个厂商 你当然现在会囤积存货 等到未来价格比较好才卖 所以供给会减少 如果预期未来价格会下跌 预期未来价格会下跌 就目前来讲 你当然会快点把产品卖出去 所以供给会增加嘛 所以供给增加 供给线就会往右移 那么供给减少 供给线就会往左移 同样的东西 药素价格 我们在前面一直提到药素价格 如果药素价格下跌 厂商不是要去雇用生产要素吗 厂商去雇用生产要素的时候 造成药素下跌 如果这个药素是下跌的话 那么厂商的生产成本就降低 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的话 你的供给就会增加 那这条线就会往右移 好各位 我们在后面 特别是谈到这个供给的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是稍微快了一点 因为需求跟供给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需求谈的是消费者的需求 供给谈的是生产者的供给 那你可以把你自己 想成是一个消费者 从消费者的立场来思考 你的消费行为 你会做怎么样的消费行为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站在一个厂商 也就是生产者的立场来思考 你会从事怎么样的一个生产行为 那同样的道理 不管你是站在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立场来思考的时候 你都要去思考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价格 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数量 以及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供给数量 同样的各位在心里面也要想到说 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 除了价格以外的因素之外 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产品的需求 以及对于这个产品的供给 因为这些因素很重要 这些因素如果它造成了你的需求量的改变 那么你的需求曲线也就会做上下或是左右的移动 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其他的因素改变会造成整条需求曲线 或是供给曲线的移动 所以请各位同学特别的去把影响需求变动的因素 还有影响供给变动因素 这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特别要详细起来 这个部分对于未来我们去判断整个图学的变化 是相当重要的 好 预祝各位同学学习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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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